女人刚进客栈就被发现死在标箱中 明明才死了一天 尸身却严重腐烂 本以为是鬼手所害 没想到李莲花见到尸体 第一句话居然是 随后李莲花在女人腹部 发现鸡臀已久的掌伤造成的血块 这说明女人已经死了十天有余 本以为这就是女人致死的原因 谁知李莲花拿着一块吸铁石 赫然从女人心脏处吸出一根金针 金针是远弓 掌伤是近战 凶手为什么用这么强的方式杀女人两次呢 李莲花询问城主是否知道金针的来历 这是油丝夺破针 然而当城主派人拿来冰淇库的介入册时 却被告知是女人拿走了 城主立马猜想是女人的好闺蜜云娇 只因为云娇一直喜欢女人的未婚夫 只有女人死了 云娇才能得到她想要的 气急败坏的城主扬眠 要杀了云娇替女人报仇 却发现云娇已经是痴痴傻傻 我们李神医死人都能一活 这区区封病肯定不在话下 李莲花夸张地拿着一根银针 在云娇眼前晃哪晃去 而云娇的双眼眨都不眨 李莲花猜想云娇是在装风卖傻 毕竟就算是一个疯子也知道会赌 而云娇不闪不闭 那肯定是在装风 李莲花两人来到后院 假装找医治云娇的草药 发现城主的院子中有大量的桂花树 夫人呢 喜欢桂花 玉成丽也只有夫人的亲家才有桂花了 女人死的时候的鞋底 沾有少量的桂花 而女人去客栈那天的天气是下雨天 如果脚底有玉成花草的痕迹 按理说会被雨水冲掉 可现在却很好地保留在女人的鞋 只有一种可能 她死在这 她死在雨上 如果女人真的死在玉成 那她是如何活生生地出现在客栈 如果女人真的死了十天之久 那发现她失身时 为什么是刚刚断气的